大家好,又来到这个正乡晚报的时间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3号 转眼间已经来到2月的尾声 今晚就有我台湾的许刘生 还有还未睡觉的澳洲真BC 大家好,讲project 所以要想,有时候晚上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时刻去想 所以今晚就晚一点,跟老师去聊聊 不单止跟我说,还跟这么多听众一起聊聊 我们晚上去到这个时分 这些听众都知道了,可能会明天才听 不过不要紧要,有些听众都会选择晚上睡觉才听 那我们这个晚报时段都尽量讲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 或者没那么令到大家的情绪,起伏不定的话题 少年A就例外,少年A就可能大家听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可能会很害怕 这就是另一件事 今晚就没有的 今晚就想和大家讲一下一个叫做社会问题 好了,那大家请点赞这段影片,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部》和《浪费冷气》都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想讲今晚的话题 就是看到 补习界在这个疫情底下 都是相当之岌岌可危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很多学校停课已经是紧的 当然了,年代的补习社、兴趣班 简直是一个骨牌效应 很多都暂时停课 大家都明白了 好像这些补习社或者兴趣班 他们是逐个月收费的 如果停课的话 变相 他们有一段时间 会变成零收入 他们 其实我以前都 按照大学生的时候 其实 补习 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觉得都是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 或者是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 都是一个收入来源 大家知道 其实我是做过 Cherry Farm 就是车离子的农场 还有生蠔场 还有就是 持有牛奶 但是 其实刚才说的工作 都是比较累的 但是补习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做 相对于我刚才说的这种 叫做农 叫做这些叫做农荷 叫做农业的工作来说 是容易一点的 是的 但是因为我们以前是保理科的 所以 理科就是 其实有些学生就是 读理科是比较吃的 所以 都付出了不少的 脑筋 是的 这样 我自己曾经都做过了 我自己觉得比较累 因为那些嘴巴很累 每次做完都会觉得很辛苦 很累 原来这个 疫情底下 就是宣布了 延迟这个复货 原来有接近 原来香港 不讲也不知道 原来香港有这么多家教育中心的 有八千家教育中心 是被逼停货 还停了这么久 就面临倒闭 倒闭 就是 周转不灵的嘛 那些 就是现在在网络界的 什么 密sir 密sir 应该都 密天王啊 你知道是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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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算是什么 KOL的 那些 那些 是吗 那些 是 胃口很大 那些 是吧 曾sir 是 大小 胃口很大 那些 常见在自己的 类似补习社 还是教育中心的地方 在做节目的那些 我以前是想学生的 比较多些 因为我当时就在这个澳洲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 叫做有工作的 就是读完了书 有段时间是读书的时候 就有补习之后 我找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在联邦政府做工的 因为收入不高 刚刚 我从大学走出来 那他收入不高 那我星期六日 都是会帮一些理科生的 搞数学和物理 因为我自己就文学比较差 所以整个说话都是 我好像脱脱咳咳咳 其实我是比较 对数理是有这样的兴趣一点的 嗯 那都搞笑的 有800个教育中心的老板 联署希望政府可以正视一下停货期间 对于这个业界的财政影响 也都希望有提供这个支援 可能包括希望政府帮他们给一半的租金 甚至是导师50%的生活津贴 也都希望政府插手 叫业主减租或者免租 我觉得这个做法好像挺奇怪的 就是没理由政府叫人去减租 这些是商业和市民行为 商业和市民行为来的 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政府这样做的话 就是可能又被人拆威 你是不是为了干预市场之类的 是不是学了 你帮得这个界别 可能补习社的界别 或者可能兴趣班的界别 其他界别也都受影响的话 我当假设地产代理 他们这段时间没有人来看楼 或者少了很多交易 那他们抱怨的问题 或者租金的问题 那些人的收入也有问题 是不是政府又要补贴呢 可以说是很难的去说的 有些教育中心 又是麦sir 又是自己紧赖 每个月都欠十万元 我听到这件事 我都觉得挺心寒的 如果大家听众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 听这些节目的听众 都是做香港的家长 都明白了 小朋友去兴趣班 去补习 或者去一些教育中心学的东西 都算是一个必备的 死多少钱 一来是花很多钱 而且是必备的 一定觉得比较多 因为心态是这样的 你会觉得那个小朋友又去 你的小朋友没有去的话 你会会恐怕 我会放冲给他 一定是延伞 他有学这些东西 我的小朋友没有学过 或者他爱英语 我的小孩子不懂 因为他去了学中心学那些东西 所以射凉是那个珠心酸 跳舞 ifier 古灵精怪 刀枪剑极 有在推 Windows 有被机 有些老板会很夸张 这段时间亏厉害 剩下40萬了 當中這段時間已經是好幾個月了 一月起 一月起到不久了 一月到現在一個多月了 已經剩下40萬了 舖租原來要80萬 導師費每人每月兩萬 已經開始自己去銀袋 用自己私人儲備來出糧給員工 都在想到底能頂多久呢 所以有時候做生意都要積穀房機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個說說 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和鄭松泰都說 又說到這個補習社 教育中心 是一些機場家庭或者雙職父母的必需品 如果真的撿得很多的話 家長也要照顧小朋友 沒辦法工作 會導致停工停業的心 影響心願 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支援業界 嘩 怎麼會這樣呢? 如果家長打銀行工的 他不可以沒有一份工作 是不是政府要支援呢?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你講不講? 我覺得在葉建源口中說更加奇怪 因為他搞 因為現在我們都說過 其實就是這班友仔 就是推波爛爛地 令到一班人出來搞事 搞完事就搞成現在這樣的局面 社長都說過 其實在1月中才有1月中疫情才開始出現 現在變得比1月中嚴重了 但我都看到是向好 其實葉建源是否跟譚文豪先生都一樣 自己搞和了自己的業界 搞和了自己的同行 現在就說幫一下他 就是有一點點虛偽和貓哭老鼠的價值 我覺得 是 再可以說一下 原來也是 政府接下來有一個叫做防疫抗疫基金 還說打算加碼到280億 那些泛布派議員對於這個基金 或者怎樣運用那方面 其實是否贊成這個基金之餘 還有運用那方面 其實都有相當多的意見 以及都帶來社會和政府的一定的壓力 你看一下 教育機構就向這一筆基金打主意了 到時可不可以撥些過來 幫幫忙 可以納入將私營的教育中心都列為這個叫做 抗疫基金裏面的資助津貼範圍裏面 這個我始終是覺得 我不是說看著這些行業 叫他們做不到下去 我都算是曾經在這個業界的一份子 都不希望看到他們這樣 不過我們再說一下 這個小朋友 或者一些平時學習的小朋友 沒有得上學這些興趣班 會不會對於他們的學習方面 或者成長方面有一定的影響 我從來沒有上學過任何興趣班 畫畫一些都沒有上學過嗎 沒有上學過 因為我父母 因為我都說過 其實我父母是去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 我媽媽生我之前都在南美洲秘魯、智利 和中北美洲的哥斯特尼加和波特尼加 是住過一段時間 因為當時做一些進出口的生意 又有些鄉里在那裡 這個叫做環遊世界 都是在我的童年灌輸了我的童年和我的少年 都是這樣的 這些叫做讀 曾經有聽過他的說話 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 有 有沒有看過足球小將? 曾經有看過足球小將嗎? 有嗎? 你不就好像麥太來那些嗎? 可能是 麥太來是跟著爸爸 周圍去畫畫 所以去不同的地方可以見識到不同的文化 當然是足球的文化 又可以認識到一個朋友 在日本留意一點點 所以跟他們的大智慧一起踢球 因為我就是經常去不同的地方住 所以上這些補習班 我對於我父母說是很浪費 浪費冷氣 對,浪費冷氣 因為一年半左右 可能去另一個城市 甚至在另一個國家住 所以我父母就是貫徹了一個小時 就是自己讀好自己的書 當然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喜歡思考的人 不是好像什麼愚蜜老師 放一疊書在面前看書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看書 但是我看的書就是比較喜歡關於自然、生物、科學、數學、天文、地理 其實我歷史是看得少的 還有文學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也是一個理科生 就是很喜歡理科的人 我比較喜歡文學方面 其實我想說到這個時間 我想說多一點點 其實就跟關於我們《望向編輯報》 接下來的 是 說起這個小朋友 停課就不停學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這句話 我們接下來就想在《望向編輯報》 但是我們說明了 不是收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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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們這些人搞這麼久 就是搞補習社 不要這回事 只不過是交流一下、知識那些東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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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怎麼說呢 我看到有些父母 有些小小問題 是 聽不聽到嗎?請問 是 聽到 聽到 我就說有些父母 可能有些問題都不一定自己懂 我們試一下解答 因為我也不敢說 雖然小弟也讀多兩年 書兩年那麼多 但是有些事情我也是 上次在微信 你知不知道有個網友 有個Sidney的網友 就給了我看了他們 小學的推理題 哎呀大件事 真的 另外一個正正式式的博士朋友 還錯了 對不起 真的錯了 我想要這樣的推理 可能要找少年A來幫忙 我說一下是怎樣 其實大家聽眾都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你說是否好像上網 打電話問功課那些 當然不是 例如我們就著不同的項目 可能有些給小朋友去認識一些 我們主力是集中給小朋友那方面多些 因為小朋友可以吸收 或者可能從另一種角度去聽一下 一些大人跟你說一些知識 看不知道會怎樣 我們都想試一試 我們不敢自稱什麼 什麼sir 雖然我也做過sir 雖然我也做過sir 我也做過 是的 但是那些 有機會可能馬來近在網上示範 馬sir 馬sir 示範一下這個簡筆畫 可以很快又二明 小朋友一邊看一邊跟著畫 都算是一個網上畫畫的教實 另外我也可能會準備一些 找到人幫忙 用純精 我的國語當然不行 我的普通話都是非常之不行 即是不標準 一聽就知道你是 收緊的 有口音 我找到人幫忙錄 到時會製作一些 可能唐詩 或者一些什麼 很多言的詩 給小朋友 可能聽完之後 可以跟著去唸 其實我以前在北京都學過 是 但是 只學了皮毛 即是通假字 那些我都懂得少少 通假字 你應該都知道 是吧 老去 我其實都 我的國語真是一般 還有另外 大家聽眾 如果想 大家都知道 真BC的英文 一定比中文好很多 是啊 我都去講一下 那些經典 有少少 有少少 其實很久以前 社長試過用英文 講一個故事 關於 是啊 關於毛孟靜 用英文版 講一個 好像是 我不記得是 叫做 死了 不是 不是 嘉南童話 嘉南童話 裡面講一個 巫婆 或者什麼 但是裡面 它是想表達 一個英文的生字 究竟 一個語言 究竟是怎樣 這些 挺好 透過一個小小的 很簡短的 嘉南童話的故事 去 讓大家知道 學會一個生字 怎樣 形容一個人 形容一種 的人 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可能 之後 大家聽眾 可以給一些意見 因為社長讀這些故事 其實我聽過兩次 寫了有時候很勞氣的說話 其實都是一個風格 另外 它的聲音很慈盛 故事也是很好聽的 還有 其實我剛才講起真BC 可能給一些很簡單 當然 真BC一定沒有問題 例如香港的小朋友 很喜歡學一些叫做風力 可能有一點點 給真BC 說一下聽眾的小朋友 也好 都可以成為一個仿效 或者可能去了解一下 吸收一下一些英語的知識 一些小小的地方 都可以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有些人 怎樣說呢 就是有些這一代 新出來的 香港的年輕人 以為自己都很好的英文 其實就不是這回事 是嗎 OK 也是 很難 那些言語是怎樣 好像這個 我以前經常教學生 你說一個 你要有時候頂著他 好像 如果你讀過 Thank you 你這樣 如果你在IELTS 叫做一個小技巧 你怎樣知道 別人懂得你發這個V音 你就要把舌頭套出來 給他看 原來你懂得發這個V音 你發覺V音 你就要 我教他們誇張些 讓別人知道你怎樣發 就是這樣 就好像這樣 點點的 讓別人知道你這樣 有些得分點 剛才震B師說過 那個叫IELTS 有些人 香港好像叫做雅師 優雅的雅師 對 大陸也是 大陸也是 真B師曾經在這個範疇裡 教過 教過一下 教過一下 有機會 我們看看會不會 我做過一下兼職 叫做幫別人檢查 那些ID 那些事情 因為我們 做這些 都有 這些兼職做到的 都可以講一些技巧 到時候都 不過現在不流行這個考試 都未必的 未必的 有些人可能想著 因為我之前也認識朋友 他們想著移民 移民可能就是澳洲 考慮之列 所以也都要去補一補票 補一票 叫做IELTS的課程 有機會 大家聽眾給一些意見 究竟想小朋友學些什麼 或者怎樣 音樂我們應該就一般 除非你想社長教唱歌 這個就是領莊別論 我們看到的標題 可能寫得好像誇張了些 叫做作欲英才 其實我 當我為例 我都算是覺得自己 曾經 都算是叫做作欲英才過的 當然 學生的才能 或者他們的才華 當然比我更加好 我都希望成為一個叫做啟道的人 都不敢說教 有啟道的效果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你說如果那些什麼 你說要拿考試多少分 我真是對不起 我做不到這件事 我們不是想做這些 真的這些是否叫知識傳播 或者一些思考的方式 是的 今晚節目時間 先說到這裡 這個 我們的網上教室 當然我們都說了是免費 我們都是真的 勞心勞力去嘗試做出來 當然做得很願望 都很需要大家聽到 到時要給意見 或者到時大家參與都可以 如果你覺得你這個比較在行 你都可以提供你的意見 我覺得沒有所謂 如果你學習的話 就是大家互相進步 大家互相學習 我不懂的 我向你學 是嗎 其實是挺好的一件事 所以中國有句說話叫做教學相長 教同學那個 大家互相可以同步成長 我也經常問社長的事 問那些工程 因為他真的一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社長是一個先年人的工程師 他的邏輯 我們以前節目都說過 其實我們這裏 Brisbane的 就請到火車的司機 火車 開火車不是火車 火車司機有20萬澳幣 可能對於香港人來說不多 就是812萬 810萬港幣 年薪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不多 但是我給社長看過 那些很搞笑 我這裏考虎 我的車司機 是需要一個邏輯推理社長 是我見過為一個答對的人 嘩!這麼厲害 所以有時候大家 不要看社長 要說是小白熊 還是怎樣的 其實他是很精靈的 技術很過關的 是一個工程師 是一個工程師 是一個奇才 搞得我現在也有些香港的 講的風格 其實是工程師 不是銷售 是銷售人 是銷售人 就是銷售人 就是這樣 好 以後再講這些 有機會再講 好 今晚又是 好多謝這個真BC 二座 這個望向晚報 明天再可能 有機會 我們再加多一節 讀下大家聽眾的留言 這陣子少讀大家的留言 不過我都有看 有時候 盡量看 看不及的 我都很抱歉 今晚講到你 多謝大家 拜拜 好